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EM现在成了场上剩余队员最多的一个能扶起来3-3的话 他们还有一个满边啊 是 也看到这次决赛 3-3做出的改变 从以往救我救我 变到这一次主动牺牲 为队友制造机会 这就是他为团队所过出的奉献 现在看一下 像素的使命跟星赫的使命一样 通过一个反鞋卡住JD一队 等自己的队友补给起来 像素这个时候 将自己的侧身 都抱头线漏给了对面啊 星赫被打退了 这个时候得终于补给 其实抓的这个机会就是往前冲 而小小剑 小小剑再去补星赫的一个位置 但狗子在旁边的骚扰太过于头疼了 整个侧身全部在狗子的注视之下 ACT成为了 哦 远点33 一枪投 立功了 小小剑对倒了几死JD 仅剩一个人 是冲吗 还是打 二打一 小小剑磨掉了一些血量 3-3补上了位置 车面正面单挑 闪身枪 1为1就是打 灯气也趴射 但竞争的火力压得很高 出枪了最后 3-3 顶住了珊珊 是的 在4-EM 他们相对烈士的沙漠地图 续向前了 呃 还有人活着 我们看一下 哦 一齐浪正面面对4-EM 又是一波正面的对战 好像是一个一换一 像素是直接倒地了 而格子也是变成了红穴的状态 在中间的火匠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那这样的话 一齐浪和4-EM居然站坐一团 惊敬就在右边 没有感受到杀气 这个时候火匠的机会来了 独狼打人就是一梭子 难道一齐浪这波决策 让自己和第三名说拜拜吗 还没有打完 还没有打完 情况不太清楚 星赫 猛南强出手 带走了程兴 这边三三吃一颗闪 一起浪的位置完全被压制了 小小剑满血 开始往前推 不对了 不对了 这个时候 去惹冠军战队 静免还在 静免一瞬间被消灭 一齐浪的分数定格了 那童家宝的机会 他来了 一齐浪 一百七十七分 这个相信RNG现在所在的位置啊 虽然说比较龟缩 但是至少在圈里是有一席之地的 慢含 这是一个一换一 莫竹 那边打倒了三三 但三三这个位置 开着车要来围剿天罢了 RNG主动的拿分 这样的淘汰信息 似乎是在向同家宝示威 拿到这个位置之后 安全区还往这边刷 RNG站着最后决赛圈 小凯一颗手雷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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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慌 炸倒了 人没了吗 我还可以扶 这扶起来之后 童家宝又倒了 因为NVXQF的堡垒实在是太过坚固了 赶着FORM只能来打童家宝 童家宝现在的压力比RNG要高上 高上十个度 看看像素 没有引体 童家宝向着第三的位置去进发 来到了Para Boy的楼下 这场比赛 NVXQF站到了最后 看看他们能不能防守下来 童家宝 来到第三名的位置 但是我们的冠军FORM小小剑 步伐也是卖的飞块 从一个石头来到了另外一个石头 也是越来越逼近NVXQF 帅狗R倒了 又是一颗手雷星拳也倒了 RNG面对和童家宝的直接竞争 此时此刻遇到了巨大的麻烦 剩下两人 守着大仓 NVXQF开始夹击了 NVXQF要做这个决赛圈里面的华石人 小致也倒了 LIN拿下这个大场风 只剩下七七行 一打二 鸟猫没有Para Boy 还是他最终还是拿下了 178分三分之差 错失了上台的机会 也错失掉了几十万的奖金啊 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 我们的冠军FORM小小剑 依然奋力地往这个房间冲 NVXQF知道这个房间内 有小小剑吗 本场比赛 Para Boy也是拿下了六个淘汰 Gumi的大背身 留给了小小剑 但是Gumi明显知道 这边是有小小剑 极限飘移 极限锁写 又是一颗手雷Para Boy 在向着自己第七个淘汰 在进发 现在AGBOX被淘汰了 没有想到最后是双手的对决 NVXQF直接清潮而出 灭掉了FORM AM Gumi的大面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